民进党他知道 如果蓝白不合的话 他很好选 所以他们找萧美琴的时候 其实在赖清德的口袋名单里面有六个人 那萧美琴是受到现在领导人蔡英文的赏识 过去陈水扁时代对他也非常欣赏 那当然萧美琴他有他的背景 他的背景就是他爸爸是台湾人 妈妈是美国人 所以台湾很多人尤其民进党内部认为说 把萧美琴端出来是可以让美国人可以信任的 因为他是半个美国人 美国人的血统 那我们知道赖清德绰号叫台独今孙 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所以不管美国或者台湾很多人对他的台独背景 还有他这么坚持的台独都非常有益力 因为我们知道台独带来的是两岸的不平静 是台海的不安 那这样的人如果来当领导人的话 显然不是台湾人民的期待 所以他就故意找一个美国人 还有蔡英文也可以放心 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棋子不错 然后台湾这些要选领导人的各党的代表 包括侯友宜 包括柯文哲 他们都曾经去美国 对美国去表达各方对美国的这样的态度 结果最受到冷漏的反而是民进党的赖清德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看破萧美琴的手脚 但是因为他有一张外国人的脸 然后大家就对他觉得说 他美国人已经对他比较放心 那可以讲赖萧佩对民进党来讲 是一个蔡英文的派系不会去杯葛 不会去撤走 那又认为说可以让美国觉得他不会去执行台独 所以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安全的牌 大家都很清楚 两岸很多人都知道说 萧美琴最大的本事就是狭阳自重 那其实他的用途不太大 所以也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也没有为他的险情加分 那赖萧佩就一直偷偷到最后一天 因为今天2023年11月20号是开始登记 赖清德到这个时候才宣布 你就可以看到他其实也在观望 蓝白到底合不合 如果合的话对他来讲 那是非常艰难的选战 要打赢的机会都很小 所以这张牌他就一直放在那里 那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想法而已 优优独立 的是我ל BH rook